这个女孩有个特殊的癖好 只要看到那个东西 就会情不自禁地兴奋不移 大口喘着出气才能缓解 甚至会当着男孩的面宽衣解败 这究竟发生了什么 这个男孩叫五条 注意 此五条非比五条 不是战斗力天花板 只是个普普通通的宅男 父母双亡的他 从小就跟着爷爷生活 爷爷是做娃娃的手艺人 耳濡目染之下 从第一次看到女儿截娃娃时 五条就深深地迷恋上了 或许是因为性别歧视 青梅竹马很是厌恶她的这种迷恋 明明是男生 却每天都在摆弄各种洋娃娃 虽然五条听到这些话很伤心 但依旧坚持着自己的爱好 转眼到了高中 由于和别人没有共同话题 其他人都是成双成对 只有五条孤零零地坐在位置上发呆 谁让自己的兴趣是制作娃娃 可同学完全不在一个频道呢 就在她思绪万千的时候 突然旁边传来声响 一个身穿JK制服的金发少女 就这样飞了过来 这个女孩叫喜多川 是班上性格开朗的风云人物 她发现五条手臂上沾着墨袭 便直接上手不断揉搓 这让牡丹搜了她 瞬间面红耳赤 看着喜多川灿烂的笑容 五条的少男星也不禁萌动起来 但她知道两人是不同世界的人 一个漂亮外相处于人群的中心 一个沉默内向脑子里只有娃娃 放学后同学把打扫卫生的事丢给五条 恰好喜多川今天也是值班生 聪明的她一眼就看出来发生了什么事 忍不住说道 这句话深深地印在五条的脑海中 回到家想明白一切的她 正准备踩上踏板制作衣服 却发现缝纫机已经寿终正寝 为了能继续自己的爱好 隔天放学后五条便来到了手工社 流畅的快感让她心情雀跃 恨不得快点给娃娃穿上衣服 但不出意外的话就要出意外了 这时喜多川推开了门 就这样 射死现场被少女看到了 但她却兴奋地表示 没想到你竟然会用缝纫机 五条如实回答道 因为自己家是开女儿节娃娃店的 所以从小就在学 喜多川更加惊讶了 她看着五条手里的娃娃 不由地夸赞起来 这让她很是开心 因为这是五条第一次得到同龄人的称赞 她表示自己现在只会做衣服 这个娃娃是爷爷的作品 谁知喜多川听完直接开始脱衣服 吓得五条连忙转过身去 等到被允许回头时 五条还有点犹豫 可男人的好气心终究还是压倒了理智 但明显是她想多了 喜多川害羞地表示 身上穿着的是自己做出来的衣服 对照着手机圆土 希望会做衣服的她能提出建议 五条的专业雷达瞬间响起 这不能说一模一样吧 只能说毫无相关 不仅没有回针缝 也没有花下线 接连不断地吐槽直接把喜多川骂傻了 反映过来自己越界的五条 连忙向喜多川道歉 她表示自己没有生气 并解释道 这是在角色扮演 因为通过打扮成动漫里面的形象 可以尽情释放对角色的爱 也就是cosplay 但因为家里没有缝纫机 周围也没有会做裁缝的人 所以只好每天放学独自钻研 说吧 喜多川突然握住五条双手 请求她帮自己制作服饰 看着一脸期待的喜多川 五条同意了她的请求 虽然自己没有做过真人穿的衣服 但依旧会竭尽所能的 这可把喜多川高兴坏了 在手工社里蹦蹦跳跳 然而当五条得知 喜多川的cos角色是哪哪 一个超人气美少女游戏里的角色 随着喜多川介绍内容的增多 其中居然还涉及凌辱系 性奴隶 这让她感到一脸猛逼 不禁对自己产生了怀疑 到底是我见识浅薄 还是时代发展过快 真的有这种内容的游戏吗 看着面前一脸兴奋的喜多川 五条意识到这不是玩笑 面前的这位明显已经沉迷 其中无法自拔了 她再次举手适应 这种游戏不是有年龄限制吗 而且女性也会对此近而远之吧 面对第一个问题 喜多川选择蒙混过关 至于第二个 喜多川直言到 喜欢什么和性别没有关系吧 这让五条想起青梅竹马 对自己的控诉 瞬间便充满了干警 于是两人一拍即合 开始为Cuff服装做准备 喜多川拿出一本角色 扮演服装制作方法 从布料的选择和版型的做法 应有尽有 就连缝纫机的用法也一清二楚 可明明有这么简洁一懂的书籍 喜多川依旧还学不会 两人都甘大着沉默了 隔天 喜多川来到五条家中 他对眼前的一切都充满了好奇 可五条却异常地紧张 因为这是第一次 有女孩来到自己房间里 这时喜多川表示 可以开始量尺寸了 一想到昨天那本书上说的 测量尺寸必须脱完只穿着内衣 五条就拒绝了这个请求 但喜多川并不在意 随即脱掉了衣服只穿着泳衣 原来他预料到五条会不好意思 感到困扰 为了可以正常测量 便想到了穿泳衣的这个方案 迫不得已五条开始了测量 首先是头围的数据 为了不给五条造成压力 女孩懂事地闭上眼睛 但尽管如此 牡丹色落的她还是忍不住手抖 看着对方落落大方的样子 五条忍不住问道 你穿着泳衣不会觉得害羞吗 喜多川表示完全不会 况且自己为了能变成娜娜 必须要按照书的步骤一步一步来 面对为了梦想而不断努力的少女 五条察觉到自己实在是太失礼了 她随即调整情绪 开始认真的测量 在量完身体每个部位的尺寸后 喜多川额外请求道 可以再测量一下脚的尺寸吗 下一秒喜多川竟直接坐到自己的背褥上 这姿势让五条面红而逝 上穿下跳的表示太脏了 但无论她如何请求 喜多川丝毫没有改变自己的想法 接下来是测量腿长 但这次害羞的不再是五条 而是一项不在意的喜多川 看着少女慌忙的掩饰 五条以为是天气太热又没开空调的缘故 小伙子你可真是个大直男啊 一切测量完毕后 五条询问喜多川有没有哪哪的资料 衣服需要打板 所以必须知道原版人物的详细内容 看到游戏后五条愣住了 这种若隐若现的感觉 未免有些太夸张了吧 晚上爷爷来到五条的房间 推开门就看到一些奇奇怪怪的画面 他看到关键处还做起了笔记 这属实刷新了爷爷的世界观 第二天 五条从睡梦中惊醒 原来他梦到了喜多川不可描述的画面 来到学校后 一到喜多川面前 他便忍不住回想起 今早梦里的内容脸色瞬间爆红 这时喜多川的小伙伴陆续出现 第一次接触到女生团体的五条 只能用手足无措来描述 喜多川离开后 正当五条为这份友谊感到开心时 却听到周围的人在议论纷纷 他开始意识到 喜多川是极万千宠爱于一身的校园女神 而自己则是个平平无奇的小裁缝 两个人成为朋友都只是妄想 所以每当喜多川过来大话时 五条便找各种借口迅速逃离 放学时喜多川邀请他一起去看服饰的材料 但五条还是选择了逃避 随后他躲在角落里 默默祈祷喜多川先自己一步离开 这时喜多川却突然出现 询问五条一直躲避自己的原因 犹豫片刻后 他才张口缓缓说道 殊不知喜多川根本不在意这些 看着一脸错愕的五条 他调皮地开个玩笑 随后便拉着五条前往商场购买东西 看着五条提前画好的解析图 他感受到了两人之间的差距 购物结束后 两人走在回家的路上 喜多川向五条介绍自己最喜欢的cola 猪猪小姐 他不仅道具质量完美 就连拍摄的角度也非比寻常 喜多川不停展示着偶像的各种照片 却发现五条从刚才就一直在沉默 还以为他是觉得不够漂亮 五条连忙否认 解释到自己小时候见到娃娃的第一眼 就被深深吸引 从那天起 美丽对自己来说 就是描述特别事物的词语 喜多川很开心他能说出心里话 而为了表达对五条的感谢 他递出了手里的饭团 想要邀请五条一起品尝 这不是间接性接吻吗 五条小脸瞬间通红 表示自己已经吃不下了 随后问到慢展的时间 喜多川看了眼手机表示两周后 随后就因为要赶电车而先行离开了 回去的路上 五条陷入沉思 因为得知要在两周的时间里 完成自己没有接触过的服装裁剪设计 这让他不禁焦虑起来 他担心要是完成不了 喜多川会有多么失望 回到家后 爷爷得知自家孙子和朋友去购物 感到机行为又好奇 随后问到去购买书籍还是游戏 突然一件掉袋袜从袋子里掉出来 爷爷大惊失色 并感觉世界观开始崩塌 脚下一滑扭到了腰 还好伤得不严重 前来探望的表姐 提出把老人接到家中休养 商量过后爷爷便暂时搬了过去 隔天了解到事情时末后 喜多川表示 有什么需要可以尽管跟自己说 并和五条交换了联系方式 走廊里 看到通知后五条才想起来 下星期就是期中考试 这让他越发感觉时间紧张 与此同时还有客人预约了参观拜访 五条肩上的压力越发沉重 感觉自己被压得快喘不上来起 看着桌子上的制作工具 五条第一次对自己产生了怀疑 但转念他回想起爷爷曾经对自己的鼓励 以及和喜多川的约定 于是他重新振作 开始了自己的熬夜生涯 终于在日期截止那天 他紧敢慢感完成了制作 这让喜多川十分惊讶 他才意识到是自己的话让五条误解了 喜多川很是自责都怪自己没有解释清楚 可五条却没有责怪他 明明五条同学都这么辛苦了 却挤出时间制作衣服 但自己却完全都没注意到 为了安慰自责的喜多川 五条赶紧转移话题邀请踏实穿服装 随后便帮喜多川说好头发化好妆 还拿出了之前给娃娃用的假睫毛 五条看着手机里的照片 不禁说到自己也能做出这样的人偶就好了 喜多川坚定地告诉他 如果是五条同学的话一定可以的 一瞬间房间里仿佛充满了粉红泡泡 完成妆容换上衣服 再戴上假发 喜多川终于梦想成真 靠着自己日思夜想的拿马 随后他请求五条帮自己拍照 摆出了各种各样的姿势 表情也十分到位 看着这么完美的成品 五条也十分骄傲 两人便相约来到漫展活动 活动广场上 喜多川一脸兴奋 五条一脸社恐 他感觉自己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 就在这时 一位摄影师过来搭讪想帮喜多川拍照 兴奋的他自然很乐意 不知不觉想要拍照的摄影师就排起了队 突然五条意识到 自己和喜多川的约定已经完成 那么接下来两人相处的日子 到今天也就结束了 可有时候心动就是一刹那的功夫 看着喜多川发自内心的笑容 五条有点不甘心 一阵微风拂过 喜多川从远处跑过来 原来那天试完衣服后 喜多川感觉自己的胸部大小不符合哪哪的设定 所以就多穿了两层隐形胸贴 由于五条是按照喜多川的尺寸制作的 所以完全没有额外的空间 以至于衣服过于厚重 喜多川热得快要中暑了 两人赶紧找到室内阴凉的地方 可你们懂得 美少女加上两层胸贴再加上大汗淋漓 这画面可是有些色情呀 但为了避免她中暑 五条不得不帮喜多川拉开裙子拉面 随后开始帮她擦拭背后的汗水 这让喜多川情不自禁地发出奇怪的声音 如果此时有人路过难免会浮想连天 不知道的还以为在干什么好事情呢 突然喜多川掀起裙摆 然后去擦自己大腿上的汗 原来为了更好地呈现出口效果 大腿上有她为银河人设专门写上去的证字 擦完汗后 两人折回找到刚才没拍完的摄影小姐姐 打算让她不拍完再回去 可突然一阵斜风吹过 女孩的裙摆也随之偏然起舞 五条顿时压麻呆住了 摄影小姐姐急忙表示自己会删除照片 可万万没想到 喜多川却更在意自己有没有看镜头 一切结束后 五条和喜多川乘坐电车一起回家 五条鼓起勇气向喜多川道谢 虽然时间很短暂 但对她来说这却是一次宝贵的经历 原来她最喜欢的角色足足有五十个人 这真是重新定义了最喜欢 得知真相的五条莫名有些高兴 心情也跟着愉悦了起来 电车匀速地前行着 五条的睡意也渐渐上涌 看着身旁少女的侧眼 她迷里呼呼地说道 这让喜多川瞬间呆住了 回想起五条曾经说过的话 对我而言漂亮是用来形容特别的事物的 如果不是真心认同的话 就说不出口 就这样 不经意的一句话 让少女的心萌动了起来 此时 康复的爷爷终于回到了家里 一进门就发现自己的大孙子手里拿着裙子 会带着女生回家过夜 担心爷爷再次受到刺激 两人赶忙解释了一番 爷爷万幸自家孙子没有奇怪的性贴 看着面前五条做的服装 爷爷称赞了几句 随后俩人开始讨论 哪里需要更进一步的修改 俗话说得好 认真的男人最有魅力 看着这样的五条 喜多川愈发心动不已 他确定自己已经喜欢上了面前的男生 正当喜多川的内心疯狂活动时 一阵咕噜咕噜的声音传进了三人耳中 原来是喜多川饿了 爷孙俩顺时邀请他留下来吃饭 餐桌上 喜多川也敞开心扉 说起来自己的家庭情况 因为母亲生病离世 父亲在外工作 所以他常年是一个人独自居住 平常都是靠各种素食食品解决温饱 不过有时也会自己做饭 看着喜多川手机上那豆冷冻炒饭的照片 爷孙俩眼前一黑确定这是饭吗 善良的爷爷便借此邀请喜多川每天来家中吃饭 晚饭过后 五条送喜多川来到车站 离开时 喜多川害羞地和他告了别 第二天 外面突然下起暴雨 回到家后的五条 被爷爷告知有朋友来找 这让他十分错愕 因为除了喜多川自己哪还有什么朋友 难道是什么新型的诈骗犯吗 于是五条猛地拉开浴室大门 却发现一个全裸的小女孩出现在自己面前 女孩一看五条闯了进来 便准备发火将她赶出去 然而下一秒 气氛顿时除了尴尬还是尴尬 等两人收拾好后 五条询问女孩有何贵干 女孩表示是看到她做的衣服裁过来的 原来是参观娃娃制作的客人了 五条开始记录身份信息 少女名叫前杀兽业 随后两人来到展览室参观 一开始兽业还津兵有味地欣赏起来 很快她想起自己此行的目的 询问到为什么我们在看女儿劫娃娃 原来兽业就是喜多川的偶像 知名COSER朱朱小姐 她在网上看到喜多川发布的照片后 便偷偷来到了那个漫展 得知衣服是五条的杰作后 就一路尾随知道了电子 谁知突然下起了暴雨 便被爷爷邀请做客 所以才有了刚才的一幕 就在这时喜多川打工结束 来到了五条家中 一见到自己的偶像 她的吃汗属性也暴露无遗 随后兽业请求五条帮忙制作一套 二阶堂适应的黑白和形态的衣服 可由于服装设计得过于复杂 很难用现成的服装调配 所以想要专门定制一套 喜多川虽然也特别喜欢这个角色 但出于对角色的尊重 他很清楚自己的身材并不适合 便没有去强行COS 这样有责任心的COSER 就是值得尊敬的 兽业突然心生愧疚 他对自己以貌取人的行为 感到无比后悔 但喜多川并没有放在心上 反而询问是否可以和偶像一起出姐妹妆 可惜被果断拒绝了吗 但听到喜多川说要一起分摊摄影棚租金后 原本坚定的他 还是没出息地答应了共同COS的请求 听到这喜多川欣喜若狂 于是他和五条约定后 来自己家拿这部作品的全套DVD 夜晚他向爷爷告知了事情经过 爷爷不仅没有拒绝 还十分欣慰 然后夸赞其五条星座的人偶 之前还有些僵硬的地方 现在却很柔和 或许是给喜多川化妆锻炼出来的吧 爷爷表示 眼睛不能一直盯着人偶 应该去见识各种事物 总有一天一定能化为己用 到了周末 五条来到了喜多川家中 开门的那一瞬间 他的眼神不由自主地往下看 害羞地表示自己拿完东西就回家 可喜多川却不想放过两人独处的机会 他邀请五条一起在家先看几集 两个人就这样坐在沙发上 吃着布丁追着饭 喜多川后知后觉 这不就是居家约会吗 就在他暗自兴奋时 饥饿的咕噜声又不合时宜地想了起来 可刚想起身做饭 就被五条强烈拒绝 考虑到这是心上人第一次来自己家里 喜多川坚持要自己上手 于是在一阵兵荒马乱之后 炒饭顺利出锅 看着卖相不佳的饭 喜多川有些尴尬 但一旁的五条却吃得津津有味 还夸赞了一句很好吃 喜多川瞬间就被幸福包裹了全身 回到家后 五条把服装的三式图发给猪猪征求意见 在得知无论是化妆 还是制作真人服装 他都是第一次使 猪猪很是震惊 怪不得喜多川的照片不是用专业相机 而是手机拍摄 于是稀才的猪猪 便教给了他一些改变眼型之类的化妆技巧 还表示这次可以用他们的相机拍摄 原来猪猪Cost所有照片都是妹妹拍摄的 好学的五条想请教妹妹拍照的事情 于是两人约在了一家餐厅见面 隔天 闲来无事的喜多川也跟着五条来到了约定地 原本以为猪猪的妹妹是萝莉形 谁知妹妹新瘦居然身高178厘米 看着手机上新兽拍摄的各种照片 喜多川一通糖衣炮弹 夸得人家都不好意思了 这时新兽拿出从父亲来借来的相机 开始给喜多川介绍起来相机的各种款式 看着一脸兴奋的新兽 喜多川问道 给姐姐拍照时有想要尝试Cost吗 新兽短暂的犹豫之后摇了摇头 他表示自己只要给姐姐拍照就满足了 但这短暂的犹豫 还是被五条看在了眼里 隔天 一行人便来到了拍摄地点 这里是一所废弃的医院 殷森恐怖的气氛 瞬间就让猪猪露出了一副凝重的表情 喜多川却觉得场地整体感觉不错 新兽也表示没有什么问题 随后他便开始传授喜多川拍摄的技巧 天气好的时候要选择逆光拍摄 肌肤的质感看起来也会比较好 并且要学会用反光板打光 这样会使画面变得更漂亮 而五条和猪猪这边呢 这殷森的场景让猪猪止不住地害怕 便缩在楼梯口瑟瑟发抖 五条提议道 要不你回去入口等待 可话还没说完就被一口否决 猪猪表示自己很期待这次的拍摄 所以一定要亲自确认场地的各种细节 五条疑惑道 你为什么一直这么执着 原来猪猪从小的梦想就是成为魔法少女 可随着年龄的增长 他知道这只是虚幻的世界 直到他发现售卖魔法少女的服装时 他的梦想那一刻又回来了 于是猪猪开始了第一次的Coff尝试 虽然有些粗糙 但自己却由衷地开心 这番话让五条更加好奇了 明明是那么重要的服装 明明有那么多比自己厉害的人 为什么要委托自己呢 猪猪表示 自己第一次见到喜多川的Coff时 就不由地产生了极度之情 说是极度 但其实更多的是羡慕 他也迫切地想要穿上这个人制作的衣服 这份感情或许没有人能够理解吧 五条再次陷入了回忆 他想起了自己小时候第一次见到娃娃的喜爱 也是同样的感受 五条感动得热泪盈眶 结果那张脸在闪电的映照下 直接把猪猪吓晕了过去 第一次的拍摄之旅 就在混乱中结束了 不知不觉快到了暑假 喜多川邀请五条一起来海边 还没等手里的汉堡进肚子里 就被突然出现的老鹰叼走了 两人走走停停 可身后的老鹰就是阴魂不散 为了能更好的和喜多川野餐约会 五条瞬间男友力爆发 用薯条来了个吊虎离山之计 拉着喜多川摆脱了老鹰的追踪 两人随后坐在野餐殿上 分享着仅剩的一个汉堡 突然喜多川决定下海玩水 可群底是不时露出的绝美风景 让五条的脸红得跟泡泡茶壶一样 第一次来到海边的五条 看着脚下冰冷的海水 回想起爷爷给自己说过的话 眼睛不能一直盯着人偶 应该去见识各种事物 他终于理解这句话的含义了 喜多川这时突然勇敢了起来 因为害羞 他便借口口渴回去喝水 来到岸边 喜多川情不自禁地举起手机 恰好拍下了五条被海浪打翻的一幕 不得不说青春的气息真是旺盛呀 几天后 猪猪来到五条家做服装的最后调整 五条开始用猪猪胶的技巧 帮喜多川化了妆并补充了细节 首先是改变眼型 先是用胶布从眼角一点一点斜着向上贴 贴好之后用发夹把胶布固定在发网上 大功告成之后 呈现在喜多川眼前的就是这束景象 两个人弄好妆容和服饰后 便来到了上次踩点的废弃医院 可事事无常 天空突然下起暴雨 两人只好在这等着新兽和五条来拍照 喜多川看着近在咫尺的偶像 便请求是否可以一起拍照 得到允许后 他开心地和猪猪合照并上传到了主页 这时五条和新兽来到了这里 看着眼前的一幕 两人顿时瞬目结舌 原来就在勘测场地那天 新兽告诉五条他其实也很想尝试cosplay 就像喜多川说的那样 看着姐姐cos自己其实非常羡慕 但因为个头身形 不像姐姐那样可爱纤细 自己喜欢的动漫角色 更是和本人天差地别 所以一直不敢去尝试 更关键的是 新兽担心姐姐为此生自己的气 得知事情真相后 五条决定帮助新兽完成心愿 可万万没想到 新兽想要cos的角色 是一个男性角色萨马哥 他觉得自己有些胖 所以很多衣服都穿不了 话说这身材明明是丰满美了 看着期待的新兽 五条表示我会想办法的 首先是服装 因为动漫中萨马的制服 和五条学校的一模一样 所以可以直接用自己的 但唯一的问题就是尺寸有点不对 衬衣的扭扣就这样被蹦开了 无奈之下 两人选择了购买网上的拘束式贴胸内衣 跑载顺利地解决了胸部的问题 接下来就是测量投为购买假发 修剪完假发后 一切就已经准备就绪 换上完整的cos装扮后 五条便带着新兽来到了拍摄地点 看着眼前帅气逼人的妹妹 猪猪激动得直呼好厉害 没想到自己妹妹cos起来 竟能如此完美 这使喜多川好奇地凑上去 询问将胸部视觉上隐藏起来 以及可以改变体型的方法 原本的高冷男神 在解释时却瞬间露出了 女性娇羞的表情 这种强烈的反差萌 让喜多川和猪猪都兴奋不已 开始了的疯狂自拍 画面一转 四个人开始了正式地拍摄 猪猪一边轻车熟路地摆弄着各种姿势 一边暗自感叹道 只要人够多 就算是废墟也能撑过去 此时喜多川已经准备好了双人拍摄 他挑起猪猪的下巴 想要复刻动漫里的经典名场面 可下一秒他就止不住地颤抖 原来由于和自己的偶像 过于近距离地接触 喜多川的痴汉属性暴露了出来 随后在单独拍摄的间隙 猪猪向五条表示了感谢 并表示自己会支付妹妹服饰制作的所有费用 五条刚想拒绝就被打断了 猪猪真切地表达对她的感谢 因为自己身为姐姐 竟然完全不知道妹妹有如此喜欢的角色 谢谢五条帮助妹妹找到了自信 另一边 新兽正在和喜多川进行单独拍摄 可突然衣服的撕裂声咔嚓乱响 新兽的胸部也逐渐膨胀起来 最后砰的一声 树兄弟就这样彻底坏掉了 回到家后 姐妹俩开始选出喜欢的照片 妹妹表示虽然只用了摄影场地的照明牌 但这样的感觉也十分不错 而此时的猪猪却沉默着 新兽误以为是自己的cost比较奇怪 让姐姐生气了 猪猪连忙解释道 因为那是自己绝对办不到的装扮 就只能羡慕地盯着一直看了 妹妹大吃一惊 自己那个不论出什么都很适合的姐姐 居然会有做不到的cost 随后猪猪向妹妹说出了心底的想法 自己只不过挑选出合适自己的cost罢了 虽然也有十分想要尝试的装扮 但无论如何都不想破坏角色形象 这一番坦诚的言论 让妹妹也坚定了自己的决心 她告诉姐姐 自己上高中之后要去打工赚钱 存钱全部用来cost 得知妹妹想法的猪猪欣喜若狂 姐妹俩就这样互相倾诉了自己的心里话 而另一边的喜多川呢 刚收到新兽传来的照片 便兴奋地拨打起了五条电话 她表示你也太厉害了 明明是第一次化男装 就能做到如此程度 五条谦虚道 这没什么 我只是看了扮装者化妆的书而已 随后喜多川问出了自己最想知道的问题 新兽身上的衬衣是你的吧 五条给出了肯定的答案 并表示摄影场地勘探完 在得知新兽的想法后就把她请到了家里 因为小姑娘觉得很害羞 所以希望五条保密 听到两人居然是单独相处时 喜多川顿时醋意大发 鼓起脸颊坐在沙发上暗自吃起了飞醋 暗恋中的女孩可真是可爱啊 转眼暑假正式开始了 喜多川也有了新的目标cause角色 那就是维罗妮卡 为了达到百分之百的还原度 她甚至为此晒身了肤色 开朗的笑容外加实际的改变 经得五条额头直冒冷汗 画风一转 她调皮地表示这只是个玩笑 其实自己全身涂的都是粉底液 虽然肤色是假的 但炎热夏天的汗水却是真的 喜多川迫不及待地想要冲个澡 她不仅借用了五条的浴室洗澡 还用了她的沐浴露 穿着她的T恤衫 从喜多川身上传来的自己味道 让人欲罢不能 五条当场羞红了脸 这时喜多川从背包里掏出了各种道具 不仅有粉底液 她还买了锁链和墙纸 贴到墙上后看起来就能变得像监狱一样 唯一遗憾的就是牙齿 谁知这时五条竟掏出了自制的牙齿 原来是她用美甲做的 喜多川戴上一试 不仅大小合适而且意外的非常自然 一切准备就绪后 两人便开始了cost装扮 首先是涂粉底液修改皮肤 只见喜多川随手撂开上衣 刚想涂上粉底液 就看到五条的脸红得像泡泡茶壶一样 看她这样喜多川以为是中暑了 手忙脚乱的想要开空调 却忘了脚上还戴着脚铐 一个不小心摔了个四脚朝天 就这样脑袋上摔出了个大包 假发不能戴了 维罗妮卡的cost也只能暂时终止 但两个人的独处时光可不能浪费 于是喜多川带着五条来到了男装店 她对自己的眼光颇为满意 相信一定可以帮五条选出最适合的衣服 可是的又是 五条的新造型始终总不进人意 就这样一件接着一件 喜多川都有点绷不住了 因为眼前的这个男生 在他眼里无论是多丑的衣服 都能被穿出话来 这不就是俗话说的 情人眼里出西施吗 正当喜多川炉内高潮时 五条却想换掉衣服 他觉得衣服太花哨自己不太习惯 于是喜多川趁机挑了两件一模一样的衣服 假装是自己和五条的情侣装 逛完服装店 两人随后又一起吃了拉面 就这样走走停停完了一整天 回去的路上 喜多川表示自己头的包已经消除了 什么时候可以开始告诉维罗尼卡呢 气氛瞬间凝固起来 喜多川连忙问他原因 然而答案却十分出乎意料 因为五条觉得这次的布料相对少很多 尤其是胸部的面积 他觉得这一切都是自己的错 得知被拒绝的原因后 喜多川终于松了口气 开心地表示 维罗尼卡露出的皮肤的确比较多 但难得服装已经制作完成 自己就在家里穿吧 随后他突然一把搂住五条的胳膊 凑到他耳边说道 这下又把五条给害羞的语无伦刺了 几天之后 喜多川邀请五条一起看漫画 两人来到漫画咖啡厅后 狭小的房间内 喜多川身上散发的香味 让五条有点局促不安 随后喜多川给他推荐了一本漫画 漫画的女主是一个可爱的魅魔 每天就是想方设法和男主睡觉 虽然剧情有些奇怪 可其实这是一本非常治愈的日常漫画呢 虽然自己很喜欢这个角色 但喜多川并不想靠死 因为他觉得自己没有魅魔这么可爱 无论长相还是体型都不符合角色 但旁边的五条这是观察其他的脸型 一脸认真的表示 如果只是因为脸型的问题 完全可以靠化妆技术改变 听到自己的心上人都这么说 喜多川还有什么理由拒绝呢 随后喜多川出去拿东西时 五条才后知后觉地发现 梦魔的衣服制作十分困难 因为漫画原版是简易的画风 所以完全看不出来细节的浮画道 不仅如此这个人物的背后全被头发遮盖 也就是说和往常的制作不同 这次只能靠五条自己想象设计了 晚上回到家后 喜多川表示自己发现了 和主角家很像的摄影棚 便二话不说直接预约了 于是第二天 两人相约来到了摄影棚前 话说这明明是情侣酒店嘛 五条心态瞬间炸裂 他不断地对自己进行心理暗示 只要把这里当成摄影棚就好 可是完全做不到 甚至因为愈发的紧张 两眼开始发昏 但喜多川并不在意 因为Coseman经常在这里举办女子派对 说罢便开始准备点餐 随后喜多川前去更换衣服 为了消除紧张不安的情绪 五条决定看电视转移注意力 这时喜多川换好衣服就要出来 走出来的喜多川 对着自己身上的魅魔装赞不绝口 不停夸赞着五条手艺的精湛 但五条却显得闷闷不乐 因为这些毕竟只是他自己的想象 完全不知道是否符合人物原型 暖心的喜多川安慰道 每个人的制作都灌输了 那个人独特的想法 可以说这反而是优点所在 所以不必太过纠结这些就好 听了这番话 五条也释然了 接着他又帮忙带好假发化好妆 与喜多川往常大大咧咧的形象不同 这次的COS对象更多是娇羞 这让五条也情不自禁地脸红起来 而看着五条制作的各种小道具 喜多川迫不及待地拿起试完 一切准备就绪后 两人便开始了拍拍拍 到最后一个环节了 这次要重现的 是粒子演唱摇篮曲的场景 但是拍了几张后 五条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经过提醒后才发现 原来是需要从第一视角拍摄 于是五条立刻躺倒在床上 要求喜多川坐在自己身上 就这样 拍摄顺利结束 突然这时隔壁传来了不可描述的声音 两人才终于反应过来 这是在情侣酒店 偏偏他们的姿势也很不可描述 五条连忙让喜多川从自己身上下来 结果慌乱中房间的灯不小心关掉了 黑暗的房间里 两个人都是沉默不语 在暧昧的气氛驱使下 两人不自觉朝着对方缓缓靠近 突然房间的电话响起 原来是前台询问是否续房的事 五条连忙表示了拒绝 随后便和喜多川走出了房间 在等电梯时喜多川都没有缓过进来 到了晚上 正在给人偶画脸的五条 突然收到喜多川的短信救救我 五条匆忙赶到 才得知一切仅仅只是因为 喜多川的暑假作业还没写完 便被他的爸爸取消了两人一起前往夏日祭典的计划 还要求他每日拍照作为证据向他报告 原来是整个暑假喜多川都忙着打工赚钱买相机 完全忘记了作业这件事 五条好奇地询问是什么工作 没想到喜多川原来是个杂志模特 因为在长区的理发店被编辑看到 被介绍之后就糊里糊涂地直接出境了 补了不少作业后两人决定休息一下 喜多川提议看个最近很火的恐怖电影 五条有点害怕 因为自己平常从来不看恐怖电影 喜多川却表示 只是个电影没有多吓人 然而开始没多久 他就被吓得脸色苍白坐在沙发上瑟瑟发抖 一旁的五条却一脸平静 甚至到最后越看越上头 不仅不害怕 还兴高采烈地研究起布景和特殊化妆上 最后电影结束时 喜多川表示一般一般了 休息结束了喜多川继续写作业 他忍不住感叹道 幸好没有让人头疼的数学作业 他这才意识到自己把数学作业落在学校里了 于是喜多川便和五条一起来到学校 这是学校空无一人的游泳池 吸引了喜多川的注意 作死之魂瞬间熊熊燃烧 兴奋地邀请五条一起来玩耍 但他其实是个汉鸭子 幸好最后五条跳下去把他救了上来 他记得喜多川说过经常和朋友去海边玩耍 没想到他居然不会游泳 喜多川看着如海般的泳池 表示自己很喜欢坐在沙滩上 所以就算不会游泳也想去啊 两人约定好 等到喜多川写完作业后就一起参加夏日祭典 几天后喜多川终于倒定了全部作业 两人如约来到了夏日祭典 今天的喜多川一改往日的装扮 不仅穿上了浴衣 还化着淡妆 和平日里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一平一笑之间 五条的心也不由得小鹿乱撞起来 五条连忙摇头否定 看着他羞涩的样子 喜多川也是心情大好 一路上不自觉地走在前面 试图向暗恋的人展示自己的后景 不得不说夏日祭典真是吃货的天堂 喜多川走一路吃一路完全停不下来 不知不觉中 五条的手里已经塞满了食物 随后广播通知烟花表演即将开始 两人便顺着人流找到适合观看的位置 暗随着火药味和人群的欢呼声 漫天的烟花开始了绚烂的绽放 烟花之下的两人 在茫茫人海中 是那样的光彩夺目 五条回想起往年的自己 都只是在屋子里看着远处的烟火 但今年 看着一旁的喜多川 他知道自己不再是孤孤单单的一个人 下日祭典结束了 喜多川的脚却被目击勒得通红 于是五条便背着他一起去 散发着香气的女孩离自己如此的近 任谁也忍不住小鹿乱撞吧 喜多川却高兴地手舞足蹈 就这样 喧闹过后归于宁静 两人也渐渐远离了人群 在气氛的烘托下 喜多川愉快地发出邀请 一起试试走遍关东所有的烟火大会吧 晚上回到家后 人蔡隐大的喜多川再次打开了恐怖电影 被吓得不敢单独睡觉的他 只好给五条打句电话 甚至在洗澡时 浴室里不经意掉落的手滴 对于神经如此紧张的喜多川 五条只好选择打开扬声器 试图通过聊天转移他的注意力 就这样不知道叙叙叨叨了多久 手机那头 五条的声音逐渐弱了下去 喜多川脑海中回忆起 两人之间的点点滴滴 就是这样一个原本不起眼的人 给予了自己帮助与温暖 等到确认他完全睡着后 喜多川终于说出来自己的心意 即便喜多川很清楚五条对此一无所知 但时光与他恰似正好 未来依旧很长 总有一天 他会当着他的面 亲口说出那句最动听的话